台南安平工业区内的环球水泥工厂 在下午突然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居民以为是发生了火警赶紧通报消防局 而根据警销表示 是输送水泥管线破裂 才会造成大量的粉雾外泄 虽然没有人员受伤 但是因为已经造成了空污问题 环保局将会采取10万到500万人的罚金 明镜手机拍下水泥工厂外头 冒出大量的浓烟还夹夹粉尘 一波波往外飘散 厂区内外烟雾弥漫 而浓烟就是从这座大约五层楼高 储存沙子的巨型铁桶飘出来的 疑似铁桶破裂导致 连带附近停车场的车子 全被覆盖一层灰 民众抱怨连连 把身上水泥洗干净 在用水管清洗店外 当地的民众一度以为 是发生火警 事后减销到场了解 是输送水泥管线破裂才抖制大量的粉污外泄 并没有传出人员受伤 要打分之后会摘蚊子 蚊子太大了 所以肯定有破坑 只是大量的粉层飘散 有没有空问题也引发命中关注 所以我们会应付法去32条第一项第一款 进行十万至五百万之间的罚法 环保救人员第一时间 出门到现场了解状况 虽然业者已经自行洒水出城 但公务问题已经造成 还是得面临相关罚则 记者黄富奇在台南的采访不到